喔 选股真的很麻煩耶 其實你可以跟著這家投資公司做 那這家公司就是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財經集資託 我是Sandy 歡迎John 哈囉 大家好 我是John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選股很麻煩啊 今天John要傳授一個秘籍給大家 好 我今天要講一個蠻實用的一個東西 那我先從頭開始講齁 大家一定要聽到完 從頭開始講就是有一間公司叫做 研華公司 它就是工業電腦的龍頭 那它其實範圍包括什麼 百貨公司啊 醫療啊 各種物聯網啊 工業化 什麼都有 包山包海 所以它有一個名稱叫什麼 工業電腦的百貨公司 那它的獲利就一直繼續成長 它今年從股底從220幾塊 漲到360塊左右 那它其實股價是一直在往上做成長 那當然它的獲利也是一直在往上做成長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現金一直持續不斷的在升高 截至這一季喔 就是Q2的時候已經來到60億的台幣了 那有這麼多現金怎麼辦呢 一定會去投資其他股票嘛 他們投資誰 因為你的手上的現金一定要拿去做運用 所以它在去年2019年Q2的時候 它做了一件事情 它成立了一間公司叫做 研華投資公司 那這個投資公司非常的重要 怎麼說呢 這個投資公司呢 原名叫做研華物聯網一號基金 那它投資的是什麼公司 是跟它有合作 然後它覺得不錯的 就是有相關啦 有相關的公司 那我舉例來說啊 它在去年Q2的時候 買了一間公司叫什麼 叫晶電641 那晶電這家公司呢 是做保護元件的 就是你手機有ESD靜電保護 就是你手機的電池啊 晶片啊 各個都會有靜電碼的干擾 所以它其實就是做靜電保護 那它只是一家保護元件公司 覺得還好普通 但是呢 它本來在70塊左右 盤整大概6個月左右的時間 它一飛沖天喔 一飛沖天 賺到了128塊 70塊漲到了128塊喔 那研華那個物聯網基金 其實就有投資家公司 投資了上百張 所以其實你看 它光三個月 就這張股票 就賺了多少錢 那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我在講第二個例子就是 它去年底的時候 其實在70塊左右的時候 投資一家公司 叫做充泰 充泰就是做影像截取卡的 比如說視訊的鏡頭啊 視訊的盒子 那你畫面要截取嘛 截取到後面的那個影像截取卡之後 它會轉換成另外一種資料 然後傳回到電腦 所以 它就做這個影像截取卡的動作 那充泰這家公司呢 它怎麼70塊 漲到哪裡 大家去看一下股價 它漲到了將近快300塊的位置 那研華物聯網基金買了幾張 買了249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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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現在已經賣了200多張左右 那我們一定要看財報 還知道它到底賣了多少 那我們實際上已經看到 它賣了200張左右 都賣在200多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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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這一家公司 這一家基金 真的非常厲害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照它的選股去做 而且不只這一檔 如果只有這一檔標就算 它其實 和瑞亞 新唐 麗龍店 這些公司它其實都挑的不錯 而且都賣在相對高點 那我怎麼去看這家公司 到底投資了什麼股票呢 我那個分享給大家 就是你可以去公開資訊觀測站 打岩華 打岩華 它就會出來它的財報 然後你去把它的財報打開來看之後 它會在後面 最後面幾頁它會揭露出 它投資公司的 投資什麼樣的股票 然後它是列在什麼 透過購入價值衡量 資金融資產 講那麼長 其實就是它投資了什麼股票 然後大家可以去每季每季的更新 其實裡面真的都有標股 那它最近 最近兩季 它開始投資了兩間 兩間新的公司 那兩間新的公司 我先保密 大家可以去財報看看 那這兩間公司 其實漲幅都還不太大 是還沒起漲 而且有陸續在增加的情形 那想知道這兩間公司是什麼 可以歡迎來到我的Tele管來觀看 是感謝John的分享 想收到最即時的財經消息 一定要加入John的Line 和Tele管 財經即時通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